这个扎姆斯长得真是想灭霸 我之前一段时间又看《复仇者联盟》 又看《艺业精彩》片段 那简直就是扎姆斯眼的一样 那糊的那个外形 那个灭霸一戴那个手套 而且现在的身形也像 就是灭霸 说的话灭霸就它这个体型比例 也不是那么古怪 就是说身体已经是非常强壮的那种感觉 也没有那么古怪 不像说通常漫画当中 你比如说这个绿巨人那种身形 不是灭霸属于是典型的扎姆斯体型 就是后期扎姆斯体型 尤其那个湖的那个脸型 如果它这不是一身子的话 更像 它这一身子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也是大体外形非常介绩 脸型啊 属于是倒梯型脸型 说实话扎姆斯这个越长 它这个体型脸型发展一定改变 它早些年其实是刮实脸 早些年 扎姆斯以往那会儿 他这个脸型 你看不看他高崇岗毕业 剪下壳 说实话那会儿小年轻 而且说实话 扎姆斯年轻最年轻的那会儿 你要不是不来偏见 有的时候没有偏见 你要是没有偏见 长得挺俊秀的 其实就是扎姆斯你看 大鼻子大眼 对不对 天庭保满地各方圆 方海口 长得挺正面 那个形象 说实话就是 十七八的扎姆斯看起来呢 也是跟克里斯保罗 有点接近 保罗呢 属于是 保罗那个怎么讲的 他俩都属于挺标准的 一看就是这个一品人才 就有点这种感觉 后来呢 扎姆斯就是 到了热火时代呢 就一到一二赛地 没有彻底发生改变 从一三到一四赛地 那会儿开始 逐渐这个脸型呢 一品国着两个 就从原来的接下来 变成国着两个 等到了这个 一六年夺冠之后 一七一八那会儿的张伯孙呢 就留个胡子 而且筛榜越来越大 不知道是跟德文维德 饮食习惯 是不是说有点走偏 可能说平时总嚼一些 这个软糖之类的 筛榜都扬起来了 就是明显梯形脸型的 当时这个 扎姆斯 就是以往不像灭霸 后来这是越来越像 你仔细看这个 副作者联盟 这是越来越像 他俩脸型了 体型了 以及魁梧 场上的霸气感觉 这个就属于是 不光是形式 而且神式 这是 神形俭背 特别像灭霸 说的话 副作者联盟 没有找张伯斯也灭霸 一大损失 要是找张伯斯也灭霸 一个是形象的 真是姐姐 张伯斯你说演技差呀 灭霸不需要太高演技 对不对 他不是 他是假脸吗 他也没有那么多表情啊 面部表情没有那么细微 可以让张伯斯也灭霸 而且有后期技术 可以弥补的 可以 张伯斯要灭霸 那这个 张伯斯的这个形象就更加伟压 因为灭霸也不是纯粹反面人物 灭霸 他有自己追求嘛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